整件事情呢是這樣子的 在年假回去的時候 聽見奶奶晚上睡覺的時候咳嗽 不過房間的天花板也都發霉了 二樓整個霉味超重的 於是就計劃了三樓的抓漏防水大掃除 三樓記錄著我們三代人的回憶 所有沒有用的 捨不得丟的 都會被遺棄在這裡 這裡就是週年不見天日的地方 因為左右兩旁鄰居跟後面的鄰居 都蓋起來了 我們就呈現一個凹子 所以我們要搬東西丟東西 其實都非常的困難 樓梯很窄 然後用吊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前面有高壓電 要整理這些東西真的是非常的艱辛 光是請卡車來載就花了三天 每一次都是一兩卡車的量 而且每一樣東西都要經過跟奶奶的拉扯 她每一樣都想留 每一樣都不捨 但是放在那裡 確實十幾年都沒有用也都壞了 有些甚至連塑膠袋都自行瓦解的程度 真的很感謝來幫我的朋友 我自己也都是搬到手抽筋 才終於清除大致上可以讓工人施工的空間 但其實倉庫清空程度才60% 很多都被奶奶又藏又塞的手好 後花園也是丟了好多好多顯質的盆栽 修剪了好多花草枝芽 可以看到所有植物為了爭光 也都壓在女兒牆上 重力分配不均 不知道地面到底有沒有偽裂 而且那隻隻一直下雨 陰雲綿綿綿的看到鐵皮屋生鏽斑駁 讓三樓顯得非常潮濕而且陰暗